炸好的肉大排在煮着 今天去市场买肉 然后开到一块肉非常漂亮 不是因为它是五花肉 它是瘦肉 这块肉它都很瘦 肥肉没多少 所以我就买回来了 14块钱一斤 它的肥肉就这么一块皮就没了 平时买那种纯色的的话 都有好处 都十七八块钱和排骨价一样 来 我今天打算做一个 大排 大排面 先把它切一下 这个没有骨头的 13块 哇塞 早了我们就这么切 立不起来了 其实要好切的话 冻起来更好切 要咱们的刀背 拍一下 拍一下的话热嫩一点 每次我看到漂亮的猪肉 我就是忍不住的想买 就漂亮的五花肉我也想 漂亮的前腿肉后腿肉也我想 但是其实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 爱美之心人皆有知 我的爱美就是爱这个肉肉 没有那种锤子 有那种锤子 更快 这个只能刀背 刀背的话就要卖很多 最后一块好了 再把这个姜切一下 葱姜 料酒 酱油 一点的白糖 白糖提鲜 再来一点的盐 再整一点的蚝油 怎么用我的左手抓起来 也至 我只能用左手 因为我右手摄伤了 加入一勺的生粉 面粉 但没有鸡蛋 我们就加点水 给它搅 这样我们就放起来 放在这里 一会儿再炸 不要急 不要慌 把面粉倒过来 这是高筋面粉 因为我觉得高筋面粉 做面条有任劲一点 低筋的话我做不成 中筋的话也我也做不成 再加点盐 再加水 会拌水泥的话 就会搞面条面粉了 我也会拌水泥的 现在就要揉起来了 人面是个体力活 差不多了 就这样 我让它醒坏 我先去 做那个大排 锅里加油 油不要太多 节约一点 油温烧肉 咱们开始炸了 也比较大 水越卷 没关系 味道是一样的好吃 打好的肉先夹出来 像这块就好了 哪怕没有完全熟也没关系 一会儿咱们还要 再煮一下 炸到金黄 表面有点金黄就可以 好 洗了面可以了 开始揉 炸好那个差不多 这个也可以 太大了 前面 小一点 拉一下 看 这一点 再拉一点 哇 帅了 这个方法不行 咱们直接改吧 让我买买的告诉你 你的祝福 我会告诉你 我有多深 不要为我信心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 蛮多 蛮多 用手加擀面杖 擀 擀开 所以就叫手擀面 真正的手工面了 给我走开 小秀一刀子飞出去 姜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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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蚝油 椰 老抽 再把这个肉 炸好的肉下锅 慢慢火 小火慢慢炖 这些大火煮开 然后慢慢炖 这种差不多 你给割薄了 大排 再煮着呢 要煮久一点好吃 煮的越久越香 不管它 我们就小火慢慢炖在这里 水开眼 我现在呢 吃的不是很多的时候 少煮一点 开了 要煮熟 那只鸡 我不知道它是 闻到了我家的香味 美味 还是闻到了我家的老母鸡的味道 老又跑过来了 香菜 乖火 再来一点这个 大排 来一块 再搞一块 再搞一块 再来点手撕葱 我没有那个了 没切了 我把菜本收了 所以来的切 一样的 还有手撕香菜 OK 来一点点的油辣椒 少一点 这我自己熬的 香 加点辣椒吸气更香 看手撕面 手撕面怎么样 本身我觉得挺好的 至少我心理上很满意 味道呢 我还没吃 先吃一块热试一下 可以 大排过眼 大排过眼 就是这个味 就是这个味 拉面我就做不来 有朋友没告诉我怎么做 我也看了很多教程 就是做不好 就拉就断 拉就断 就把他吃了 就不香 就这么香 就不香 就不香 这个手擀面 和买的面条相差还是挺大的 我还是更加喜欢这个 这个就是做起来麻烦 像我们不怎么会做的呢 做起来觉得太麻烦了 这个面条做了半天 就吃这么一碗 感觉好浪费时间